说新闻看门道深度解析新闻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主持人黄青龙 今天是中华民国107年的3月8号妇女节 先祝我们的全国的妇女同胞们生日快乐 好今天一天的开始 天气滴滴答答的 有一点沉闷有点冷 所以一开始先跟各位 我们来提振一下 跟大家扫描撞一撞国际新闻 今天要跟大家提供的国际新闻 就是美国国务卿Tilson 那么7号启程到非洲国家访问 Tilson是川普上台之后 走访非洲的美国最高的官员 也是他第一次的美国行 其实这个问题 因为对美国来说 这个非洲 非洲是一直都是一个遥远的地方 那尽管这个美国跟非洲 其实也只是隔着一个大西洋 但是历史上来说 这个美国他不像欧洲国家 曾经在非洲殖民 那也就是说美国并没有在非洲 留下太难堪的一些历史的这种问题 或者记录 但是也可能因为这样子少了一些渊源 那现在非洲国家大概只有一个 赖比瑞亚 是原来在美国的黑奴 那么在这个南北战争之后 那么有一部分的黑奴回到了这个 他的原家乡去建立这个国家 那他有跟美国直接的关系 但是长期以来这个黑色大陆 黑暗大陆 恐怕也还是美国人对非洲的一种 比较这个普遍的一种心态吧 其实非洲并不小 非洲面积有3000万平方公里 那这个等于将近三个美国大 那人口呢有12亿多 12亿多 这个比南北美洲啊 加起来人口总数都还多 但是你看看像川普啊 川普他怎么样的忽略 你看他这个他在谈外交的时候 很少会谈到非洲啊 那去年底他发表一个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啊 那么厚达数十页啊 那结果呢 这个美联社说啊 那这个报告当中提到非洲的只有大概几个段落啊 连几页都没有只有几个段落啊 那川普在一月份的时候还讲到说啊 一些非洲跟中美洲的国家是这个死坑国家啊 这个美国这个不应该让他们的这个移民过来啊 那你可以想见这流露出来的一种心态了啊 这种心态啊 事实上是一个普遍性的啊 只是川普更直白或者更极端一点啊 所以你看从二次大战之后 美国领导全球啊 那么但是呢 对非洲啊 那就往前面讲 他尽管他没有像欧洲的这个帝国当年 在非洲的殖民啊 留下了伤痕啊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他少了一些连结啊 少了一些连结 基本上是长期忽略的非洲啊 那这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崛起啊 那么在非洲啊 这个展开了很多的这种紧密的关联啊 这个商贸啦 投资啦 乃至于说现在在非洲的边区啊 还建立军港啊 那美国现在显然要 急起直追啊 急起直追 那可是呢 就像美军啊 驻非洲最高指挥官啊 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所讲的啊 他说美国对非洲的投资啊 是永远赶不上中国大陆的啊 那这个是必然的啊 因为中国在非洲啊 已经经营了很久 而且中国用过去 不同于过去欧洲国家的 一些帝国的的做法啊 他更多的是用这种商贸跟投资的 这种关系啊 因为中国本身也需要非洲这个市场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当中啊 那么非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 好 所以我想的确啊 简单说这个中国对非洲 他是有规划的 他是有战略目标的 他是有一个实践的步骤啊 那么美国呢 美国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啊 基本上对非洲是比较依赖的啊 如果你要讲起来 美国对非洲有什么样的经营 大概也只有好莱坞啦 好莱坞会拍一些非洲的片子啊 可是现在中国啊 连这个战狼啊 战狼二战狼一啊 也都也都到非洲去了啊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中美大两大之间的 这个在国际间的角力啊 那么非洲啊 应该是一个很不能不碰到的战场 但目前来看 连美国的这个高级官员都自己承认啊 这个美国在非洲啊 是比不上中国的 好 接着跟大家来继续来谈一谈啊 中国大陆现在进行的这个 全国两会啊 那这个比较硬的问题啊 我们今天要邀请到 这个文化大学啊 这个社会院长 赵建民 赵教授啊 在第二段的节目的时候 跟大家来谈 那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啊 跟大家谈一个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朋友常常会有一种 就是说我很想多了解中国大陆啊 那么但是呢 中国大陆很多的政策啊 这个解读啊 很费劲啊 搞不清楚啊 但不晓得要怎么样去理解啊 这个 的确我想这样的 有这样的反应的人 大概也很普遍啊 因为这个当然也显示出 两岸之间的在文化 在制度上啊 这种 的确是有差异的啊 可是大陆有一点很清楚 就是说大陆是一个 这个 政策导向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体系啊 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啊 那么整个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由上而下啊 这样的一个啊 体制啊 所以呢 了解大陆的政策啊 对于掌握它的市场脉动啊 那就变成非常的重要啊 好 我这里来跟大家啊 举一个例子了啊 举一个例子 我们知道现在习近平最重要的 他身边的一个啊 这个这个核心的幕僚啊 大家都知道就是刘鹤啊 那他是这个即将在两位之后 也出任这个副总理啊 那么同时呢 呃 刘鹤啊 他这个呃 据说啊 还可能会负责一个经济小组啊 那么至少我们知道的一个呃 大陆在持久大过后成立一个全国的这个金融稳定委员会啊 那么应该也是由刘鹤来担任这个这个主任的啊 那刘鹤在去年底啊 到达沃斯论坛啊 那么去讲话 讲到他的整个的中国的这个经济的一些发展啊 好简单说了啊 他说这个两条主线四个层级啊 两条主线就是第一个面向结构性的问题啊 以及另外一个就是金融的风险啊 那结构性的问题就有供给的结构啊 这是属于投资的 另外是需求的结构 这是属于消费的啊 那金融风险呢 主要也是集中在两个面向 那么一个是资产价格的猛烈上涨啊 第二个是债务负担的加剧啊 加剧 好那这每一个啊 结构性的问题跟金融风险 这两大区块啊 他又各分成两个这个面向 然后这两个面向还要再拉开来啊 比如说投资结构 就是供给结构的部分啊 还要分成产业结构跟制度结构 怎么去面对他啊 这是形成的原因啊 那需求的结构主要是一个城乡结构 就是城乡之间的在需求 在消费上的一个落差啊 那这个资产的结构 资产价格的上涨的话 那就是要面对投资的风潮 还有收入差距的扩大啊 那么至于这个资产负债的加剧呢 呃他们认为原因就是因为政策宽松啊 所以必须要去杠杆啊 好念了半天啊 听众朋友可能说还是乌煞煞 还是听不懂啊 不晓得在讲什么 好我再举个例子啊 呃三月五号 李克强啊 在他的这个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啊 那么他提到说啊 2018年啊 中国政府要取消流量漫游费啊 那么让移动网路的流量资费 在今年之内 至少要降低30%啊 好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 民生的这样子的啊 议题嘛 呃但是他有什么效应呢 第二天啊 香港股市啊 那么跟这个呃 跟这个网路移动啊 包括中移动啊 中联通啊 中国电信啊 华为啊 等等啊 这一些的股价啊 通通大跌 好 那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会出来啊 那个呃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看到他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啊 呃 这个要在一年之内啊 让这个移动网路的流量资费啊 在降低30%啊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大陆的这个啊 一方面这个网路的通讯啊 非常的发达啊 需求量很大 那也但是呢 收费相对又比较高啊 所以就让这些公司啊 可以说是这个大赚钱啊 呃 但是消费者付出的这个负担就比较大啊 所以推出这个政策呢 就是为了降低资费来减轻用户的负担 你可以说这是从一个民生的角度出发啊 那是另外一个呢 其实啊 降低这样的这个所谓的资费的这个降低啊 也是要引导业者啊 从你现在的三级四级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 你这里头或赚大钱啊 那业者因为这三级三级四级啊 赚大钱啊 那么就怎么样呢 就不会想要去往另外的新的领域去开拓啊 那么呃新的领域是什么 新的领域是5G啊 是5G啊 那所以呢 变成说啊 我先导引一个政策给你 这个政策是要你呢 这个不要再继续在你现在三级四级的这个 这个这个被窝里头啊 这个这个赚大钱 你就不想动了啊 那必须用这样的强迫业者啊 必须要开始往5G的方向去发展啊 5G大家都知道讲了很多了啊 其实最近刚刚在 呃世界通讯大展啊 它的主题就是谈5G啊 因为5G啊 它就是提供了一个平坦啊 将来尤其是最重要的物联网啊 那么系统内的装置 可以能够直接连接到中央系统去啊 所以大家都公认说 5G啊是真正的啊 让所有的现在的这个科技网路 能够真正的渗透到家庭里头的 每一个日常的作息的每一个环节啊 那这个呃科技的这个能量 或者说对整个民生的影响啊 那就是更加的巨大啊 我手上有一本啊 这一期刚出来的财讯双周刊啊 它的封面就标题叫做5G印钞机啊 那么他提到说 因为手机市场的成长趋缓啊 那么所以已经开始触发下一场更大规模的行动通讯革命了啊 那么所以现在包括阿里巴巴高通 全世界最有实力的公司都参与了这场竞赛啊 那么当然也包括啊 Sony啦 Nokia啦 LG华硕华为啊 中兴啊 这也都会要推出一个呃 新的这个这个手机啊 好呢 从这个地方就很清楚了啊 中国大陆是怎么样用政策的力量 用市场的一个推动啊 那么来导引往一个新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迈向走啊 那我刚举这个例子啊 我想大家就可以当做一个参考啊 好 另外像昨天啊 节目上我跟大家提到说 现在大陆在推动也要让一些海外上市的科技网路啊 能够回归到A股了啊 那么这个现在其实已经证实了啊 因为呃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江洋啊 那么他在呃两会的这个呃会议上啊 那么他已经有提到了啊 这个说现在已经接洽了好多家的国有投行啊 探讨要让以上市公司啊 跟民企啊回归A股的方法啊 那么是要扭转啊 大陆的这个企业过去多年来的海外上市潮啊 那么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大陆国内的企业 能够以在大陆国内为挂牌的首选地啊 好听众朋友有没有秀出了一个浓浓的资金战的这样的味道啊 那这个其实已经不只是两岸之间的这个啊 金融的这样子的一个资金市场的一个竞争啊 这牵涉到的是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的啊 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邀请到文化大学社科院院长赵建敏教授来到现场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我是主持人黄青楼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啊 是文化大学社科院的院长赵建敏赵院长 赵院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赵院长是我们两岸研究 特别是大陆研究的权威专家 那我想我们今天话题啊 一开头啊 还是要针对啊这个大陆的两会啦 特别是休憲啊这个11号的时候要正式在人大进行表决啊 是这个还是一个吴记民表决啊 是是那所以呢现在大概我想国际传媒大概都要注意的不是说过不过 是注意是有多少人会反对啊 好呢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气氛啊 习近平昨天在啊这个会议上啊就在公开的第一次表达啊 说他完全完全赞成休憲啊 是是 当然这个自从这个2月25号啊 新华社发出了这个讯息以后啊 那么全球各地的各式各样的反应非常的多 那么大陆的反应应该说也是多是多样 只是说在一些公开的舆论平台啊不容易呈现啊 对 一开始是不是先请这个赵院长跟我们分析一下 习近平取消这个休憲取消 要任期限制考量的是什么东西 还有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接下来他真的要在做第三任第四任的话 那么就休息习近平之后的中共未来的接班的问题啊 那么这个到底是要未与筹谋啊 还是说他就是一个且看且走的一个一个一个情况 就需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 当然我自己是念政治的 念政治的民主政治的人 对权力都是从比较觉得人性是基本上比较需求 比较大的一个角度来看 也就是说对人性比较持 这是一现实主义的看法 就是说并不是特别的乐观 我相信每一位政治领导人都都会希望继续把他们没有完成的事情做完 我相信没有一位领导人会觉得他在任内把他要做的事情都已经非常成功完美的做完 或者或者说对国家社会的服务已经尽量做完了 因此就是说习总书记希望连任 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尤其是中国大陆现在状况比较复杂 我觉得主要原因在这里 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 现在经济发生快速的进展 可是社会不公 它远远超过其他的社会 也就是说尤其是贫富差距 个人的贫富差距 财富的贫富差距 区域的差距等等 那是超过其他的社会 比如说台湾日本等等国家 因此那么政治经济发展很快 他相对的监督的机制并不完善 因此贪富的情况也非常的严重 我觉得习总书记从上台以来 这五年期间 他在五年多来 他在反贪的这个议题是取得重大的成就 那么很多人都觉得 假如这个趋势不适当的把它阻止掉 或者改革掉改善掉的话 不但是中国共产党未来难以继续执政 对中国大陆发展 恐怕都不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情况 这个我们一般都讲说 权力跟腐败 是个相对关系 那但是如果说是基于反贪腐的需要 要往前走 如果大陆的权力结构没有改变的话 意思就是说还是继续上一个 比如说一党的这种独大 或者一党的专政的话 那岂不表示说 这个反贪腐就是一直做下去 那也就是领导人一直都不能换 问题就是说 在习近平前任的领导人 当然邓小平那时候不太一样 那时候贪腐还没那么严重 经济刚刚开始改革 社会不是这么富裕 那么习近平的前两任 江或者胡都没有能够深切的 在反贪里面做出什么成绩 这就使得现在的习近平 一般人对他的期望就比较更大 当然现在的这个贪腐的程度 又远远超过以前了 那么我想很多人看到在胡锦涛时期 那么政治局常委会分工 或者叫做集体分工负责任的 这样的一个制度 在决策上面出现出有一些 就是说不是这么明快 那么当然要必须妥协 那么使得很多人对于这样的一个模式 就是说就集体决策的一个模式 或者是没有一个强势领导的模式 坦白说是有蛮失望的 这都给习近平一些新的机会 明白就是他们讲到说叫九龙治水 各管一段 不做不做 所以当然现在 或者说因为九龙治水各管一段 无形中纵容乃至于是这个弱化的 对贪腐现象的监管 那么现在呢 为了反贪腐 那么权力的集中是一个必要 而权力的集中当然不是只有为了反贪腐 当然还可以有很多的其他的等等 那但不担心就是说 那习近平之后呢 如果现在不管他做 因为现在他一般 我先请教你好了 这个宪法修改了以后 你觉得习近平在2022年之后 续任如果用数字来讲 %大概是多少 70 80 90 从中国大陆的政治传统来看 他假如已经提到修宪的层次 中委会都讨论过了 党代会都讨论过了 不会有什么意外 那就是说 假如没有意外情况发生的话 什么是意外情况 就是说未来还有五年 他正常任期还有五年 他现在刚刚开始第二任 那么未来五年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日子 也就是说假如在这五年期间 假如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 使得人家对他的执政造成重大的一些改观的话 那也许会出现变化 可是这种情况几率不是很大 也就是说正常的情况来讲 我想他进入第三任应该是可以预期的 但是大陆又强调说 就不等同于终身制 那当然因为我自己也觉得 他不可能担任终身 因为这个名义也不存在 这个传统也不存在 更重要的是 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 对过去毛泽东时期 那个终身制是到现在为止 有很大的警惕的 因此任何人想 而且要有这个念头 想担任终身制的一个领导人 我觉得现在都不可能 是 那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不免要想到两岸关系了 因为现在如果他两任做完是2022 那么第三任就2027 那如果做到第四任 也就是他在位20年 那就是2032 对 2032 2032那就离他的这个 所谓的两个十五年 是不是 对 到2035 到2035就非常接近 你觉得他在两岸关系上 怎么放到他的整个的历史定位 跟民主伟大复兴的蓝图 他是放在哪一个位置上 他会怎么样做 会不会有其他的时间表 什么这些的 当习近平的这个蓝图 已经非常清楚了 刚才在现在修进去宪法的 就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样的一个思想要放进宪法 表示说他这个蓝图非常清 非常明确 就是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伟大复兴当然有国际的层面 更重要的是有内政的层面 对我们来讲有两岸的层面 这都是要同时完成的 不会是只有一个层面 达到伟大的复兴 那么从两岸的角度来讲 我想在这一次的李克强总理的报告 也讲得很清楚了 过去两岸关系 基本上都讲和平发展 这是从马政府以来都讲和平发展 但蔡政府上台之后 和平发展提的比较少了 更多的是强调反台独 等等九二共识 可现在他把统一的这个方向 就是说努力放进去了 也就是说我相信 在他们的这个想法里边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两岸这一个领域 肯定是要有所作为 问题就是说 他什么时候采取什么作为 那对台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是我方战略学者 专家政府官员 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 那么三十一项会台措施 在二十八号的时候公布 这个毫无疑问 就是你讲到的这个 所谓的对两岸的这个作为上 这是第一步了 我看到你在报纸上写了一篇长文章 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从战略 从政策 从整个的背景的演变 也做了一套分析 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好来这个做一个 比如说 里头很多内容 跟过去在马政府时代 我补充一下 我们赵院长在马政府时代 担任过陆委会的副主委 所以他有参与到整个这个 政府的政策执行 应该说有第一线的一个接触 那比较起来的话 过去的两岸的这种交流的方式 那么大陆他们也讲会台会台 那现在又多了一个也是会台 这三十一项的会台 跟马政府时代的两岸的交流 有什么差别 现在把它称为会台 中国大陆我觉得这样说法 也不能说是他错 因为基本上他都是对在台湾大陆的台商 给他们一些接近国民待遇 这样的一个经济 各方面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排 或者是对在中国大陆求学的台商 或者是希望台湾一些专业人士 到大陆去发展 这些基本上都算是会台 马政府时期 他们对对台政策 他们称为让利 对台让利 让利跟会台 我在这篇文章讲的意思 就是说文字看起来意思是一样的 让利就是会台 可是实际内容 我自己觉得是完全不一样 意义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在马政府时期 所谓的对台让利政策 那是双方共同商量 签订协议来执行 所以有一个政治的认知 就是主权并存的概念 那前提是主权并存 双方有两个 两个事实主权 我们承认法律主权是一个 可是事实主权 这是李总统以来这样的一个说法 有两个事实主权 这是前提 接受了以后 那就可以共同来互惠 不是会台 那我们对他也是有恩惠他 我们帮助他也是很多 台商去等等 也是帮助他 所以不能说是片面的会台 因此那时候他也不敢讲是会台 那只能说是让利 就是说他对其他国家 也许没有签署类似的协议 也许没有给那么多的好处 可是跟我们签 比如说ECFA的时候 他就可以考虑比较大的一些让步 所以这叫让利 可是现在所谓的会台 就是他单方面的提供 我们的台商或者学者 或者学生去那里 那片面的提供吸引我们的资金 或者人才去 跟以前那种双向的互惠的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这个让利跟会台 刚刚这个赵院长 跟我们做了一个很生动的一个 在说明他的差别 我们也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跟赵院长的谈 30一项会台到底还有哪一些 值得我们关注的 我是主持人黄青龙 欢迎回到POP状新闻的节目现场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是文化大学社科院的院长 赵建民赵院长 好赵院长你刚提到 就是在马政府时代的时候 两岸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让利 他事实上他是一个双向的 而且因为有一个共同的 这种所谓的政治基础 那碰到问题的时候 那么就是一个双向的协商 那现在呢就变成是一个单边行为了 单边行为 可是我也看到有一种说法 那么他们认为说 为什么要改成这样的做法 就是因为以前吧 政府的时代是透过 泛兰军的这个利益代理人 来执行对台的让利 那后来证实这套不行 说他们认为太阳花学院 跟这个也有关系 那所以现在要必须改变一个做法 所谓的直接诉诸于这个民众 用这样的看法 您您看法 你觉得怎么样 你同意吗 他为什么要改变这样子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原来的政策失败 还是因为现在的两岸关系 我的当然过去这样的做法 因为我先要理解两岸的一些现实状况 两岸的现实状况就是 就是说两岸的实力对比太过悬殊 现在中国大陆GDP是超过我们的20倍 那么未来会持续增加 那么人口土地的这样对比 不需要我在这里来说明了 那么中国大陆对我们过去的一些 在国际政治或者军事方面 也并不是特别友善 那未来现在乃至于未来 对我们都有一些政治上的 一些企图跟想法 这个我们都知道 因此台湾老百姓 对中国大陆坦白是有很深的不安全感的 因此假如有一个政党 他去利用这样的一个不安全感 他是可以获得很多的选票的 可是这获得选票的基础 就建立在两岸关系 我们要牺牲过去这样的一个 对我们可能是经贸方面比较有利 安全上也比较和平 国际空间可能比较能够开展的 这样一个格局 因为大家担心嘛 你把这个担心把它具体的话约说 比如说经济方面只是受益 只是少数代理人受益的话 这就非常有说服力 因此在选举战场上 国民党严重挫败 这个坦白说 对我们国家的发展 就是说也是不幸的一个结局 问题就是中国大陆看到这样一个结局 他该怎么办 因为他是一个政治理念非常强 意识性非常强的一个政体 他不可能跟一个就是说 基本共识都没有的一个地方 或者国家来打交道 他跟全世界都一样 他跟美国打交道 1971年开始 那双方也必须要在政治问题上 比如说一个中国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 其实也是一中格表 所以你至少要让对方能够有所 双方各有坚持就可以 可是我们情况不一样 蔡总统上台以后 两岸政治关系完全南辕北辙 对不对 你就说要让对方有一些 可以向内部交代的 他完全没有 因此他不可能采取一个互惠的手段 可是反过来说 他只要是采取另外一个全面打压 抵制你经济抵制 外交上把你断光 这个对他来讲 对我们来说不好 也就是说台湾老百姓会深切的反弹的 那不但未来 范兰更难执政 那么对两岸未来的这个其他的 比如说政治方面的统合都更加困难 因此他没有选择这样一个策略 他现阶段选择的是一个比较 有耐心的 继续提供给台湾方面 也许社会经济的若干的福利 可是他又不能跟我们政府进行对接 因此他出现的就是现在所谓片面的 对我们制造恩惠的惠台政策 好 那么在他片面的一个措施底下 台湾的政府能怎么做 我那天看到之前 原来的陆委会的主委张晓月就有提到说 大陆的磁吸产业跟人才 那么很严重 必须要严厉对策了 那在三十一项这个措施出来了以后 我们的行政院赖院长在立法院 那么打询他也说到 他说这个行政院将会组成一个专案小组 由这个施骏指引副院长 最快这个礼拜就会有相关部会 大概八个部会 要来这个逐步的检讨 对照 您觉得我们政府就是该怎么因应 比较正确 当然高大上的政治的问题 那是一个篇章 如果纯粹就三十一项的问题的话 可以怎么做 能有没有能力做 这里牵涉到就是说 我们国家究竟就发展目标 国家目标在哪里的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大陆市场经济体那么大 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他 这样这样的一个基本战略 假如我们的基本战略就是说 中国大陆市场非常的大 我们必须要借助他的话 而且中国大陆军事各方面力量那么大 我们不能直接对抗的话 假如这是我们的国家战略目标的话 那你要想出来一个两岸解套的根本的办法 可以讲我们战略目标就是说 我们担心他 他未来对我们有怎么样不良的企图 因此我们要想结合其他一些国际力量 来对抗他 假如这是我们战略目标的话 那那样可能就是另外一套设计 就是说你对中国大陆可能就不需要理他 不需要跟他接轨 也许不需要签订协议 那就现在这样一个做法 因此我更觉得我们战略目标 他又自己要先做一个规划 可就这个问题就是说 中国大陆对我们造成磁吸 是一定大一定存在的 因为他现在市场那么大 发展那么强 他明年的经济成长 他现在也把他 昨天也前两天也订定出来 也在6.5 对也将近6跟7之间 就他在可预见的未来 他都会继续的成长 在可预见的未来 也许10年吧 他的经济体可能会超过美国 因此他对我们的持续 是不可避免 那一直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该怎么办 这有好的一面跟不好的一面 好的一面就是说 假如我们可以跟两岸 可以两岸两个政府 跟民间可以善意合作的话 我们是可以利用 这样一个更大的市场 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的 比如说鸿海这样的企业 比如说康师傅这样的企业 没有中国大陆的话 没有鸿海 也没康师傅 也恐怕没有旺旺集团 这么大的一个旺旺集团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是可以 两岸是可以找到 双赢的一个办法 可前提是 你政治问题一定要 局部解决 所谓局部解决 就是没有一个方面 可以完全拿去 我们要完全拿去 他不同意 他要完全拿去 我们也不会同意 因此一定要找到 一个妥协的方案 有没有什么方案 可以找这个妥协方案 找不到的话 那他就恶意来挖你 人才他恶意来挖 资金恶意来挖 那我们就 你怎么去抵挡 没办法 我们只能就说 假如两岸关系好的话 你就可以告诉他 你不要恶性竞争 我们来良性竞争 两岸就可以谈合作 可是两岸关系不好的话 没合作 那就是恶性竞争 他就打击你 经济打击你 那可以鼓励你去的 他就挖你去 以各种手段 那您刚刚问到 那怎么办 那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全球唯一一个 跟中国大陆 采行对抗政策的国家 全球其他国家 没有一个 愿意跟中国大陆 就算美国跟他 也是斗而不破 对 那肯定嘛 因为他们双方的贸易 超过我们台湾 全联总体贸易 美中两国的 两双边贸易 贸易量 超过台湾 全联的总体贸易 他不可能完全 对立嘛 对不对 他很大合作的空间 台湾一样 我觉得我们要跟着 美国日本走 大国走 他们政治是怎么样 跟中国大陆 肯定有矛盾 矛盾也很大 可是你要有 合作的这一个面向 我们现在台湾的问题 就是我们跟大陆 是官方的角度来讲 只有矛盾 没有合作 好 这个看起来 关键还是在上层建筑 还是一个 这个政治的基础 但是现在这一点 看起来 也不是现在的政府 民进党执政当局 现在看起来 弹性没这么大 所以这个将局还继续在 那我们一般人怎么办呢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赵院长来请教 欢迎回到 POP状新闻 我是黄青龙 在现场是文化大学 社科院的院长 赵建民 赵院长 赵院长 这个31项出来了以后 那当然也有一种声音 就认为说 将来他在大陆各个地方的落实 情况会怎么样 因为可能也得打个折扣 那么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因为台办系统 在大陆各个地方 它是一个协调单位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那你31项归31项 每个地方都有地方的主意 等等 那这个当然意思就是说 并不表示台湾你这个人 要过去的话 每个地方都一定是 这个所谓的 这个张大 这个双手欢迎你 等等 这一点您觉得 您的实际的了解怎么样 这个如果有 我们听众朋友 有人想要这个 这个去大陆发展的话 这点需要考虑一下 大家现在有两种发展了 一种发展你就是去那里 做台商 对 开展市场 你公司创造公司 或者加入台商公司 另外一种发展 是你去那边就业 像现在他提供的 什么千人计划 万人计划 台湾教师 青年教师过去 或者到那里 去做考什么证照 等等 这种两种方式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 中国大陆市场 是一个非常竞争的市场 而且它的 它的市场的规则 是比较混乱 就比较多的丛林法则 他们叫野蛮成长 野蛮成长 发展得非常快速 可是台商要去生存下来 并不容易 因此他做了这么多的承诺 非常同意 就是说未来可以多少落实 这还要再观察 可是问题就是说 中国大陆这样经济快速的成长 那么台商势必会落益于途 那我们政府的角色 应该是如何协助他们 创造更大的机会空间 而不是在他们落难的时候 我们毫无办法 或者甚至提供负面的一些 一些助力 好像就是叫大家不要去 对 这不是办法 因为你是不可能挡得住的 这是市场法则 你知道那里大 人家经济发展好 有利润 自然就会有人去 它市场大 有人才需要人才 我们的青年人自然就会去 这不是一个办法 你政府在这里呼吁 就说不要去 这是除非怎么办 那就说除非我们 我们讲两岸叫做制度自争 可是我现在感觉 现在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 不一定觉得我们这里的制度 比较有良 政府就要警惕这个了 那制度自争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我们现在政府应该做的 就是说怎么样把经济搞好 我们的待遇都不升 像我们大学教授几十年都不升 三十年前我们的大学 老师的待遇是对方的三十到四十倍 现在对方已经超过我们 逐渐超过我们 这是对方量体那么大 居然也都三十年之内超过我们 那就说我们要检讨了 我们为什么没有进步 好 这里面的确刚刚归种起来了 就是说大陆三十一项未来措施 在台湾这边等于有点把你去政府化 直接诉诸民间 我们剩下一点时间 最后来跟你请教 那么在他去政府化 而且看起来台湾这边 因为他只是如果说政治两岸共同政治基础 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克服的话 短期内大概不太可能 有什么直接官方的就算以前这个马政府时代能够直接沟通 那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国民党的角色 也就是说国共论坛 现在据说今年可能会推行 但是也有一些消息 说这个整个的联系的过程 那么还有很大的一些困难要克服 那这个吴定义主席跟习近平主席的会面 这是会不会落实 不知道 OK简单说想跟你们请教一下 国共论坛在今年上半年 会不会是会不会会不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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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行啊 这个无习会会不会见面 以及啊见面的话 在这个三十二项会台呢 至于后面更多的会台措施啊 那么在现在民进党政府这个去政府化的一个状态底下 在两岸关系上 那么国民党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我更觉得国民党的这个平台是非常重要的 正是因为现在我们政府没办法扮演角色 使得两岸政治互信没有 那么解放军开始飞机军舰绕台 国际外交现在非常的紧张 我们持续断交 今年范蒂冈有可能继续跟我们断交 那不要说路克来台减少等等路上减少 那么因此就政治层面这里 我觉得国民党可以提供 像已经提供这样一个基础 就是说至少维持两岸某种程度的政治互信 这是执政党办不到 可是台湾somebody has to do it 台湾一定要有人扮演这样的角色 否则要给中国大陆有希望 不能让他没有希望 假如中国大陆觉得台湾在政治议题方面 完全没有希望 我们来想象接下来是什么成果 因此我觉得国民党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第一个就是在政治互信这一方面 要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勉强接受的一些维系处 不能让两岸完全中断 第二个就是务实面 像三十一项会台或者路克来台等等 我们台商在中国大陆现在面临很大的结构转型 问题很大 谁来帮他 我们没有办法 政府当然没办法 有机会对方现在不太理你 国民党就可以扮演一个角色 因此我觉得国民党自己内部要 也要来反省这个问题 为什么两年多以来 就再也两年多以来 国民党好像没做太多的事情出来 国民党的这个两岸政策 现在似乎还不清晰 我的意思是说 到底是九二共识行讲起来都没有问题 到底是要一中各表吴主席强调的 还是红前主席强调的一中同表 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完全厘清 这正是我个人的困惑 因为就是说 好不容易两岸找到一个叫做九二共识 这个是加一分太重减一分太轻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创造性的模糊 而且它是非常敏感的 就是说已经恰如其分 你多一点也不行 少一点也不行 我觉得国民党好不容易跟对方 有这样的一个达到这样一个 找到一个妥协 为什么自己还要去自乱政角 这问题完全不需要再去再陷入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它既然是一个模糊的需要 创造性的模糊的需要 就不应该去细究模糊之处 而把矛盾清晰起来 对 因为你一去动它 它自然就会矛盾出来 所以国民党我觉得高层 本来就不应该动这个 你应该集中你的力量 解决务实问题 比如说 私募于去大陆的问题 水果输入的问题 农产品输入的问题 台上的问题 路客来台的问题 很多问题你可以做的 谈一些实际上的 实际上能够解决的 你不要再去争执政治 政治你们早就找到答案了 对不对 你现在来找 你跟着民进党起舞干什么 民进党就政治方面 跟对方搞不定 你来躺这个混水干什么 对可是在台湾这个地方 你都不去讲清楚 你的对手也会逼你要讲清楚 就是他要讲清楚 不是不是把立场 调整立场 而是把立场讲清楚 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是又要好像要调整立场 他应该做的是把立场讲清楚 你说国民党 国民党 是 好现在其实看起来 国民党有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 内部现在在整个整合 是有比较大的问题 我看九合一选举 已经有个股不同的力量 那本来是一个 这个我们讲 在台湾已经三次政党轮替 在野的时候 其实都有相对的优势 那今年其实九合一选举 一方面是执政包袱不像2014年 然后另外还有很多民进党执政以来 推动的所谓的改革 引起的反作用力也很大 这个本来都可以集中到 国民党的身上来 但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 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图像 是完全出来 这个恐怕也跟两岸关系 两岸的国民党两岸政策 还没有能够完全的这种 就在党内的整合 或者在社会上来说的话 形成一个很强烈的这种希望对比 那你觉得国共论坛会举行吗 我觉得一定会 一定会 什么时间呢 那要跟他们去瞧 应该是上半年 应该是上半年 对 好 那我希望国共论坛举行了之后 希望两岸关系 那么在这个 目前的这个充满高度的 这样子的一种 所谓的这个 低档的一个情况底下 能够有所突破 好非常谢谢 这个赵院长 今天来到我们两岸撰新闻 今天为我们撞出很多 两岸的这个相关议题 那么我们节目呢 今天就到这里结束 非常谢谢收听 我们明天见 感谢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接下来请收听 POP最正典